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南韩女团少女时代成员润娥2023年演出韩剧 欢迎来到王之国掀起话题 而她睽违五年将携全新单曲《浪漫抵台》 预计在2024年2月4日 于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办见面会 润娥将在2024年1月6日起 从韩国首尔出发 途中经过香港澳门台北 横宾曼谷马尼拉 雅加达等亚洲八个城市举办见面会 没有忘记海外粉丝对她的爱 而见面会取名为UNITE 是润娥将自己的名字UNA与英文单字UNITE结合的自创字 当天润娥除了准备了个人舞台与全新单曲之外 也会跟久违的SONE粉丝名 聊聊近况 以及与透过游戏与现场互动 见面会上 除了能近距离与润娥互动外 更有签名海报 签名小卡欢送等福利 还有台湾限定的润娥专属小礼 此外只要购票就能获得 海报与官方小卡 充满粉红泡泡的福利 只有参加台北厂才能获得 主办单位更在活动前大放送 即日起上网登记 即可免费获得润娥小卡 限量名额5000份 登记截止日期为2024月1月9日中午12点 YONAFN Meeting TOUR UNITE IN TAIPEI 将于2月4日星期日晚间7点 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票价为新台币5600、4600、3600、2600元 门票于2024年1月6日中午12点正式开卖 少女时代出身的润娥 不仅拥有精致美貌和修长的身材比例 近年来也活跃于韩国影视圈 在黑化、律师、电影极限逃生、机密同盟等作品里 都有亮眼表现 演技越来越好 广受业界与大众肯定 润娥也成为转型演员成功的偶像代表 而今年润娥合作俊昊主演 欢迎来到王之国 更因聚集的高热度 人气又更上一层楼 也被认证是又美又会演的韩剧女星 欢迎来到王之国开播后 收视率节节攀升 展现出了令人惊喜的表现 这部韩剧已独特的创意讲述了 财阀继承人剧员李俊昊适合 不得不保持笑容的小职员 先杀朗林润娥是之间的浪漫喜剧爱情故事 李俊昊和润娥都是 韩国人气团体2PM和少女时代的成员 他们在转战戏剧领域后 凭借出色的演技赢得了广泛认可 去年他们分别凭借衣袖红香鞭和黑话律师 受到了高度赞扬 两人还曾两度合作担任节目 MBC歌谣祭典的主持人 并在2021年底呈现了火辣的 Sorita双人舞台 被称赞为男帅女美合作默契度满分 CP感爆棚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韩国媒体Proof在最近的报道中透露 演艺圈内部人士证实了 李俊昊和润娥的恋情 事实上他们在合拍欢迎来到王之国 之前就已经成为情侣 因此两人接演该剧 也是因为他们的恋情 这一消息一经曝光 立刻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有人兴奋地呼喊 太般配了 梦想成真啊 还有人评论道 看剧的时候就觉得两人很搭 郎才女帽的组合非常完美 回想起林允儿的童年 她出生在首尔市 一个富裕的家庭 生活条件优越 从小她就展现出了各种才艺 无论是唱歌跳舞还是演戏 她都游刃有余 她甜美的笑容和迷人的外貌 吸引了身边的人们 让她备受青睐 2002年 林允儿参加了 韩国SM娱乐公司的选拔活动 成功进入公司 成为一名练习生 这标志着 她正式踏入了娱乐圈的大门 作为一名练习生 她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接受严格的训练和培养 在此期间 她不仅参与了公司前辈的音乐视频拍摄 还积累了一定的知名度和粉丝基础 2007年 少女时代这个女子演唱团体正式出道 林允儿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并担任团体的主唱和舞蹈担当 少女时代 以其甜美的形象和精湛的表演技巧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她们的歌曲Gill The Boys等红遍了韩国乃至全球 林允儿作为团体的ACE 承担着更多的责任和压力 但她以她无可替代的魅力和 实力稳定地站在舞台中央 成为了全民女神 然而林允儿的道路并不平坦 在团体初期 她曾经遭受到团队商业价值受损 的压力和舆论的谩骂 甚至有人认为 她只是一个花瓶 并不具备实力 但是她没有放弃 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 才华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她参演了多部电视剧和电影 并获得了多个奖项的认可 她在音乐 演艺等领域 都有着出色的表现 成为了一名多重才能的艺人 林允儿的努力和付出 得到了回报 她凭借出色的演技 赢得了观众 和业内人士的认可 她的演技 在每一部作品中都给 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无论是甜美可人的角色 还是坚强独立的形象 林允儿都能够通过细腻的表演 将角色的内心世界 展现得淋漓尽致 除了在演艺事业上取得成功 林允儿也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并多次捐助和支持慈善项目 她始终保持着乐观积极的态度 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资源 去关注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她的热心公益行为得到了 社会各界的赞扬和认可 时至今日 林允儿已经成为韩国娱乐圈 不可或缺的存在 她的名字代表着努力 才华和坚持 无论是音乐 舞蹈还是演艺 她都展现了出色的表现力和专业水准 她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韩国 更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广泛的粉丝群体 李俊浩身为2PM的议员 跳舞好 唱歌好人又好心也好 却偏偏在当时 是团体中最不起眼的那个 连她自己都坦诚 以前成员跑通告 宿舍常常只剩她一个人 不仅出镜率很低 认知度更是对理的倒数 但不可否认 李俊浩真的非常非常努力 热爱舞台期待掌声 做什么都要尽力做到最好 没有绯闻 或许就是这样的性格 成就了现在发光发亮的她 李俊浩2006年参加JYP选秀节目 Superstar Survival 历经种种严格考验 以6500比1拿下第一名成绩 进入韩国三大娱乐公司之一 成为练习生 实力绝对是超群 但大家却不知道 在她当练习生的时期非常辛苦 曾因表现不是很突出 再加上过度练习导致声带受损 被公司考虑开除过 幸亏李俊浩的妈妈 亲自打电话给公司求情 JYP才把她留了下来 接着李俊浩又在2008年1月至3月 通过另一个相当残酷的培养 新人生存真人秀 热血男儿 好不容易争取到出道名额 在同年9月4日 以组合2PM正式出道 但李俊浩在2PM中 是两个主唱之一 两个主唱之一 更是2PM最重要的空中特技担当 唱功跳舞 作词作曲 吉他钢琴打鼓 学习考上研究生样样都行 然而就是没什么人气 直到这两年 才终于迎来属于自己失业高峰 其实李俊浩早就跟公司说想演戏 但就是迟迟没被安排到 好不容易在2013年收到 电影绝密跟踪的剧本 说他可以去试镜了 但偏偏他却因刚动完手术 只能硬拆掉石膏 在受伤浮肿的状态下去试镜 但也因导演感受到他的热情 给了他演出机会 或许李俊浩演戏开始得很晚 但他看剧本的眼光却相当好 还考上了电影艺术学科的研究生 一步一脚印地从小角色演起 所以他的演出 基本上都大受好评 其中2017年的金科长 最较观众印象深刻 他在剧中饰演精明干练的 小集团理事徐律 凭借与男公民搭档的精彩表现 获得当年KBS放送演技大赏 中篇电视剧部门男演员优秀奖 和最佳CP奖 如果知名的二代团2PM 是李俊浩的第一个事业全胜期 那他在2021年底出演 《衣袖红香边》 饰演深情的郑祖李蒜 则迎来第二个高峰 这是他第一次演古装剧男主 该剧开播之后 收视率不断飙升 直接打破了所有质疑 成为2020年年底表现最优的韩剧 更直接让2PM的李俊浩 成为JYP公司除了老板朴振英外 国民度最高的一号人物 而且他还凭借这部戏 打败由于游戏李正仔 拿下2022百想最佳男演员奖 成为史上首位封地的爱豆 据悉衣袖红香边后 李俊浩更收到100个左右的剧本 也算是熬出头了 李俊浩更加剧本